台湾媒体报道 九合一胜选后 民进党内一直弥漫着 2016再次上台的氛围 在眼下 蓝绿满意度却开始出现了大变动 为何国民党满意度近日逆势上升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国民党能否挽回颓势 台湾实施平原秋益张永华 为你带来深入解析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带你们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由盼盼食品独家剧名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九合一胜选之后 民进党内一直弥漫着 2016再次上台的氛围 但眼下蓝绿满意度 却开始出现了大的变动 呈现了绿降蓝升的态势 相当令人玩味 眼看2016蓝绿胜负充满了变量 如何处理两岸关系 成了摆在绿营面前的重要可题 马上进入现在台湾 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九合一选举过后 岛内政治风向有利于民进党 而民进党内也弥漫着 2016再次上台的氛围 但岛内某千绿智库 18号发布的最新民调却显示 民进党如今的政治满意度 已从46.2%下降至37.8% 短短三个月骤降近10% 反观国民党 在今年1月由朱立伦接任党魁后 满意度开始上升 从11%逆时上升至18.3% 尽管仍落后对手 但差距已大幅拉近 当多数的台湾民众 用自己的选票给国民党教训之后呢 蓝绿的满意度却出现了逆转 对此呢 民进党方面是将原因归咎于 正在进行的2016明代初选 不过台湾媒体分析 这至少显示了2016年 与胜负仍然存在很大的变量 而最大的变量之一 就是两岸关系 还没正式跟人家邀请 我是很感谢他们这么看得起我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不想戴那么多帽子在头上 苏启拒绝的客气 态度却是斩钉截铁 暗示与柯文哲在两岸关系问题上 共识并不多 毕竟柯文哲的态度有迹可循 在是否接受九二共识上 柯文哲向来态度模糊 另外18号苏启在出席公开活动时 还表示 九二共识是冰山一角 深层意涵是 一个中国这个概念全世界都支持 他说两岸交流与谈判最好不要中断 因为台湾与大陆谈判与交流 是过去20年来完成的一件难得的事情 向来在是否接受九二共识问题上 态度模糊的柯文哲 这次却想要沿揽苏启来担任 自己的幕僚 玻璃外界感到意外 那么柯文哲在两岸议题上 还会有哪些后续的动作 面对2016 绿营又将如何面对两岸议题 来帮助蔡英文走完这最后一笔路 都有待观察 我是林芝 现在台湾 好的 先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河南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杨阳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的两位来宾 分别是中国文化大学丘域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台湾时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有华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 有一份岛内的新民调是出来 在这份民调上面的话 民进党的政党满意度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 是下降了十个百分点 而同样对手国民党的一个满意度 则是上升了七点三个百分点 那么一降一升 虽然说现在国民党方面 还是落后于民进党 但是的话似乎整个的差距在拉近 我们想请教一下教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次国民党的回升 民进党满意度的下降 并不是因为国民党革新 改革表现有所作为 让台湾人民满意所造成的 它是民进党自己所形成的 我把它整理一下 大概就三个弱点吧 第一个就是 民进党到目前为止 对两岸政策 它仍然没有一个清楚的说辞 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说 如果一旦民进党执政以后 那台湾两岸的关系何去何从呢 台湾未来的经济竞争力怎么办呢 这是第一个质疑 那第二个质疑就是前一阵子 徐家青爆料之后 大家赫然发现 民进党面对陈水扁贪腐的包袱 是没有人力处理的 而蔡英文面对陈水扁贬系的压力 蔡英文是低头是屈服的 是向贪腐拥抱贪腐的 是跟所谓的正义呢 是切割的 所以这个也是造成民进党百一度过下跌 第三个也就是民进党发言人 陈允鹏说的 民进党正在初选的阶段 而在初选发现 民进党出现了很多 18号庆祝克里米亚托乌入俄的 我们在一起音乐会 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瓦西里结坡举行 吸引超过十万俄罗斯民众参加 普京也现身音乐会并发表讲话 他表示 俄罗斯将巩固自己国家体制 外部势力为俄罗斯的生活制造麻烦 是徒劳无益的 普京不仅与女歌手一同高歌 还不忘对音乐会现场的人 能表示感谢并高呼 俄罗斯万岁 与此同时 西岛加里宁格勒 东到太平洋远东地区 北到北极圈附近 军事演习在俄罗斯各地大规模上演 包括炮兵部队 坦克部队 防空部队 战略火箭兵部队 黑海舰队 北方舰队和空军在内的俄军全面动员 展示作战能力 其中规模最大的作战训练活动之一 是12号在南高加索 北高加索和克里米亚联邦区 19个训练场开始的炮兵演习 演习的主要目的是 演练炮兵协同作战 共有8000多人和1500多套军事装备 参加演习 演习中将发射最新的霍斯塔自行火炮 和龙卷风G多管火箭炮 俄军线用的霍斯塔自行火炮 主要是给一线的基层部队 使用的一个火力配套配合的这样一个装备 那么主要的性能和120毫米的普通的排击炮相比 它的射速更快 然后射程更大 而且它有机械化的底盘 比如说它是履带的底盘 另外你像龙卷风的火箭炮 也是俄军给自己基层部队 比如说师一级和以上的部队 配备的专门的远程的多管火箭炮 它是12连装的火箭炮 它的射程最远可以达到90公里 所以这个射程对于集团军和师一级的单位来说 实际上已经非常的远了 充分能够满足一般的军事级别部队的打击的需要 俄罗斯这次军演所选择的时间 正是克里米亚入俄一周年之际 观察人士认为 俄这次就是要警告西方国家 不要武力介入乌克兰的危机 对此 北约同样以军演回应俄罗斯的秀肌肉 据新华网援引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报道 从现在起到年底 北约将举行数场演习 旨在让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分队 适应2016年的轮换任务 以及测试北约即将组建的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 俗称毛峰部队 好的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吴雪兰 以及台北演播室的嘉逼邱毅教授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8号 不仅仅是参加了庆祝克里米亚回归一周年的音乐会 并且还与女歌手一起高歌 两位觉得这反映出普京一种怎样的个人特质呢 这反映出普京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而且他的这种个人魅力呢 其实能够激起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凝聚力 让他们更接受普京的领导 也更爱俄罗斯这个民族 普京其实之前呢 也有过很多次各种各样的秀 有的时候是秀肌肉 比如可以开这个战斗机 有的时候呢又是和很温柔的小动物在一起 让人感觉到硬汉又柔情 总之普京总是利用不同的这样的片段 让老百姓感觉到 他是一个既亲民 又能够保护他们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 普京的支持率超高 和这一切都有关系 这也可以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公关秀 在前一段时间 那普京呢神秘的失踪了 种种不利的传言 在打击着俄罗斯人民的士气 所以透过了在克里姆林宫的旁边 办个大型的音乐会 而普京在上面献身高歌 其实也是一种 那么粉碎不利谣言的一种做法 所以普京用这样的一个音乐会 传递了非常强烈的政治的语言 所以我才说 他真的是一个深谙 政治表演艺术的政治人物 据报道啊 近日俄罗斯呢 是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来进行军演 并且呢 此次军演的范围 几乎是覆盖了俄罗斯的全境 那么请问邱玉教授 俄罗斯为什么要举行 这种覆盖全境式的军演 我们知道 俄罗斯就经济力量来说 就金融实力来说 那是远远不及美国跟欧洲的国家 所以如果要美国带领了西方的国家 对俄罗斯采取的精力制裁 俄罗斯本身是疲于应付的 可是俄罗斯却有它的另外一个常处存在啊 圣子兵法说 避时急需 我避掉我的弱点 我充分利用我的优点 俄罗斯的优点是什么 这是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势必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侧目 所以利用这个时候 来一个涵盖俄罗斯全境的 大型的军事演习 而且把核武提升到全面戒备的状态 那么对于俄罗斯的军演呢 北约也是大动作的回应啊 其中呢 即将组建的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 也将是在今年的军演当中 要进行测试了 也是北约战备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那么就目前的局势当中 北约和俄罗斯的演习 有没有可比性 谁更将向风呢 如果把这些演习都放在一起比呢 可以说各有特色 那么俄罗斯演下的一些演习 应该说它的覆盖面更广 绝对可以说到一个覆盖全境 而且呢也是各军兵种啊 都有不同的演习的动作 那么看北约方面 其实它是比较集中 尽管说它在黑海也有一些动作 但它更多的是要保护呢 这个北约的路上边界 也就是说它的指向性是比较强 而俄罗斯似乎呢 把这个面撒得就要更广一些 在这个军演问题上呢 其实俄罗斯和北约眼下 并不是说真的就要大动干戈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一旦眼下呢 俄罗斯和北约真的是兵戎相见的话 那局面最终走向是双方都无法控制的 所以他们现在更多的就是在做这个秀肌肉 当然从俄罗斯角度来看呢 因为它受到的国际挤压 国际压迫更多一些 所以它的内心呢 它的准备军事准备 其实是更多一些 而北约方面因为他们比较清楚 欧盟 欧洲和美国的这种恶俄 弱俄的这种目的 其实已经实现了不少 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在震慑和影响俄罗斯 并不是说真的要开打 俄罗斯跟北约呢 目前都在秀肌肉 说的更白一点 两边都在打心理战 双方之间都各怀鬼胎 但是就心理层面来说 两边都不希望打战 两边都希望说 能够因为有打战争的危机 而双方愿意坐下来 好好的谈停战 好好的谈妥协的方案 好好的找出来一个平衡点 好好使这一场乌克兰的纷争 能够和平的落寞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请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接下来把视线转到东方 据环球时报援影彭博社报道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 罗伯特·托马斯 17号在马来西亚 佛罗交易国际海空展上声称 东南亚国家应组成联合舰队 在南海巡航 并称美国可给予支持 托马斯表示 此类行动有助于明确 东盟海军在训练中 想追求的作战目标 专家分析 托马斯此番话意欲鼓动 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抱团 针对中国 与此同时 美军方近日还发布 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报告 指责中国海上力量建设缺乏透明度 制造紧张和不稳定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8号表示 中国致力于与东盟国家 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与外国家在有关问题上 应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在主权问题上应保持中立 国防部也针对美军方报告回应称 希望停发不负责任的言论 好的 现关话题 我们再来连线北京的吴学兰 以及台北的嘉宾邱毅教授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 罗伯特托马斯17号声称 东南亚国家应组成联合舰队在南海巡航 并且说美国可给予支持 那么请教吴女士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 在美军当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分量 我们该如何应对 第七舰队司令是什么分量 肯定是取决于第七舰队 第七舰队是属于美国的一个远洋舰队 太平洋舰队下面的 其实它管理的管辖的范围是非常之广 管辖的面积相当于美国国土的14倍 而且它可以说是美国海外行动的一些急先锋 它的本来的作用就是 首先要威慑敌人 而且就是当它的盟国感觉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 它首先是帮着盟国来震慑对手 如果震慑不管用 那它就是要采取武力行动的 所以眼下它放出这样的话来目的非常清楚 就是向中国挑衅 因为我们知道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其实是一个域外国家 但是它所谓要保护南海这种航行自由的很多的借口 其实就是在插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问题 所以它这一次的举动就是在挑拨 我们过去都说 美国对于整个南海的战略 美国是躲在幕后的 美国只是散动在台面上的越南 菲律宾 对中国进行骚扰 以发挥遏制中国大陆的效果 但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的这一番话 其实已经使美国由一个躲在幕后 在台面下的散动者 一跃而成为台面上的主导者 那么吴女士您认为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提出的所谓组建东南亚国家联合舰队 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高 尽管现在菲律宾已经表态说 很乐意听到托马斯这样讲 似乎是挺高兴的 但是如果这一届真的落到实处的时候 我相信东南亚各国 他们的心里都要打一打算盘 因为现在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 是相当的密切 如果说因为托马斯忽悠了这么一句 因为他说的可是 你们东盟国家先上 必要的时候 美国的第七舰队会给予知识 如果最后第七舰队真的事来了 他不管你怎么办呢 是吧 这种情况下 在美国没有真的拿出一个 很实际的军事的援助方案的情况下 东盟国家会轻率的先和中国 来破坏已经比较好的经济贸易联系吗 在美国只有一个所谓口会 实不至这样的忽悠抛出来的情况下 东南亚是不是要任性的 要冒险的就和中国搞坏关系 建这样一个舰队呢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在关键的时候 冷静的思考的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好的 下面来浏览一所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新华网援引突尼斯通信社报道 18号上午 三名持有冲锋枪和手雷的武装分子 伪装成士兵 进入突尼斯议会大厦附近的巴尔杜博物馆 随后劫持了在博物馆参观的大量游客 突尼斯反恐部队在两架直升机的协助之下包围了该区域 并与武装分子发生交火 至我们结稿时 这起武装袭击和劫持人质事件 已至少造成了22人死亡 50人受伤 死者中除突尼斯人之外 还有法国 波兰 意大利等国的公民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两名被击毙的武装分子身份已经确认 突尼斯首都巴尔多博物馆恐怖袭击 是该国近十年来经历的最严重的袭击事件 目前对该事件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对此 法国恐怖主义分析中心负责人 让夏尔·布里萨尔表示 这起突行也许是当即持续的不幸事件 因为与正深陷混乱泥潭的利比亚皮林的突尼斯 或已成为了圣战分子的袭击目标 同样 牵动全世界目光的 还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病情 据新华社消息 新加坡总理公署19号中午发布公告说 建国总理李光耀病情依然危重 仍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 而在昨天晚间10点左右 手机推送突然传出消息称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病逝 因附带假冒新加坡总理公署声明的截图 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内的多家媒体据此误报 不过随即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就发布核实信息 否认了这一消息 各大媒体也突然一致宣布 刚才的事实消息为误报并致歉 而新加坡总理公署已就虚假网页一事向警方报案 到底是谁冒充新加坡总理公署网站伪造了消息 现在我们尚不得而知 不过当这个假消息发出之后 各大媒体是纷纷转发的行为 指得我们反思 记者的职责便是报道事实 哪怕是战争 哪怕是疾病 一味的求快求其追求一键转发的快感 也许能抢到新闻 但却挥霍了公众的信任 同样呢 国家首脑的安保问题也是让人伤透了脑筋 美国特勤局局长约瑟夫克兰西 17号在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持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 特勤局训练设施的落后 直接影响到了特工的训练质量和工作表现 他呼吁国会方面 为该部门专门拨款建造一个模拟白宫 以提升特勤局特工人员的日常训练水平 为白宫方面提供更好的保护 美国白宫近期连续两度的遭遇闯工者 又爆发了最佳特工误闯拆弹现场的最久门 引发了民众对美国特勤局能力的质疑 我们先不说建一个山寨的白宫是否有用 作为美国安保机构的百年老店 如何经营下去并重获信任 可不仅仅是面子问题 也得适时的好好梳理一下理子了 到底是风气不够正呢 还是技术不过硬呢 在这方面 美国特勤局可要下一番苦功了 好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9和1胜选后 民进党内一直弥漫着2016再次上台的氛围 在眼下 蓝绿满意度却开始出现了大变动 为何国民党满意度近日逆势上升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国民党能否挽回颓势 台湾时事评委员秋逸张永华为您带来的深入解析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由盼盼视频 独家剧名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9和1胜选之后 民进党内一直弥漫着2016再次上台的氛围 但眼下蓝绿满意度却开始出现了大的变动 呈现了绿降蓝升的态势 相当令人玩味 眼看2016蓝绿胜负充满了变量 如何处理两岸关系 成了摆在绿营面前的重要可题 马上进入现在台湾 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九和一选举过后 岛内政治风向有利于民进党 而民进党内也弥漫着2016再次上台的氛围 但岛内某侵律智库18号发布的最新民调却显示 民进党如今的政治满意度 已从46.2%下降至37.8% 短短三个月骤降近10% 反观国民党 在今年1月由朱立伦接任党魁后 满意度开始上升 从11%逆势上升至18.3% 尽管仍落后对手 但差距已大幅拉近 当多数的台湾民众用自己的选票 给国民党教训之后呢 蓝绿的满意度却出现了逆转 对此呢民进党方面是将原因归咎于 正在进行的2016明代初选 不过台湾媒体分析 这至少显示了2016 与胜负仍然存在很大的变量 而最大的变量之一就是两岸关系 还没正式跟人家邀请 柯文哲语待埋怨 原来台北市筹建大陆事务小组 锁定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苏琪担任委员 只是消息被媒体抢息曝光 柯文哲还没正式邀请 当事人已直接拒绝 苏琪拒绝的客气态度却是斩钉截铁 暗示与柯文哲在两岸关系问题上 共识并不多 毕竟柯文哲的态度有迹可循 在是否接受9R共识上 柯文哲向来态度模糊 另外18号苏琪在出席公开活动时还表示 9R共识是冰山一角 深层意涵是一个中国 这个概念全世界都支持 他说两岸交流与谈判最好不要中断 因为台湾与大陆谈判与交流 是过去20年来完成的一件难得的事情 向来在是否接受9R共识问题上 态度模糊的柯文哲 这次却想要沿揽苏琪来担任自己的幕僚 颇令外界感到意外 那么柯文哲在两岸一体上 还会有哪些后续的动作 面对2016 绿营又将如何面对两岸一体 来帮助蔡英文走完这最后一笔路 都有待观察 我是林芝 现在台湾 好的 新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河南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杨阳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的两位来宾 分别是中国文化大学邱玉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台湾时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有华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 有一份岛内的新民调是出来 在这一份民调上面的话 民进党的政党满意度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 是下降了十个百分点 而同样对手国民党的一个满意度 则是上升了七点三个百分点 那么一降一升 虽然说现在国民党方面 还是落后于民进党 但是的话似乎整个的差距在拉近 我们想请教一下教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次国民党的回升 民进党满意度的下降 并不是因为国民党革新 改革表现有所作为 让台湾人民满意所造成的 它是民进党自己所形成的 我把它整理一下 大概就三个弱点吧 第一个就是 民进党到目前为止 对两岸政策 它仍然没有一个清楚的说辞 所以快让大家觉得说 如果一旦民进党执政以后 那台湾两岸的关系何去何从呢 台湾未来的经济竞争力怎么办呢 这是第一个质疑 那第二个质疑就是前一阵子 徐家青爆料之后 大家赫然发现 民进党面对陈水扁贪腐的包袱 是没有能力处理的 而蔡英文面对陈水扁贬系的压力 蔡英文是低头 是屈服的 是向贪腐 所以这一个也是造成民进党满意度会下跌 第三个也就是民进党发言人曾孕鹏说的 民进党正在初选的阶段 而在初选发现民进党出现了很多政二代 绿二代 所谓的政治家族 可能比过去他们批评的廉胜文还要来得更严重 所以这些初选里面所展现出来的 未得到权力不择手段的一些做法 当然会让选民反抗 我认为是民进党表现得不好 使得国民党升民进党降 那其实通过这一份的民调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也有一些评论认为说 当下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 蓝绿之间 它的一些结论还不是一个定数 可以说还有一些时间 那么可能接下来还有一些的变化 那对于这种说法 我想请教有话 您赞同吗 您认为说接下来蓝绿之间 在2016的时候 最大的变数有可能是什么 其实蓝绿之间它最大的变数 我们看法还是在蔡英文这一块 它的变数是什么 各位要知道 今年到明年是大选 好 你大选的话 各位去看看 民进党的地方明代 是不是吃相难看 我去年选完了 今年我还要选 其他人不准选 其他人选 选的话 他们就用派系的方式去压迫对方 你不准出来 就是说我们讲吃相难看 第二个 我们看现在民进党的派系中的审核 党系独大 一个是独派的 一个是新潮流的 那换句话说 对于所谓的书系游系 还有包含美丽岛系 跟民进党其他派系的 居然什么位置他都分不到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这个是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变数 然后第三个 就是我们必须要看 蔡英文如果面对国民党的候选人 你要看他是谁 如果国民党能够出奇不异的 你提出一个声望够也微望够的话 蔡英文还不见得胜利 所以三个变数的存在就决定了2016 我认为民进党在跟国民党这一场选战 有很重要的变数 4月15号民进党会出正式提名蔡英文 做民进党16年的候选人 好 那民进党也会整合出来他的两岸政策 我估计了就是过去的台湾共识 加上三个有利三个坚持就这样 可是他能够取代九二共识吗 当然不仁 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处理两岸政策上 不成熟的做法 笃定会使台湾很多的有头脑的选民 会产生质疑 那第二个现象也就是 陈水敏的贪腐力量 究竟会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另外的刚才有话提到的 派系的整合 能不能成功 那么在现在 民进党里面 很多的派系觉得说 已经赢了 所以现在准备分蛋糕了 所以现在派系之间可以说是刀光剑影 可以杀得刀刀剑血 好 那另外一个因素就国民党自己了 国民党能不能整合出来 一个对圣选有利的一个组合 朱立伦 王金平 武敦一 能不能做一个组合 那甚至能不能把离开国民党的宋树鱼 再拉回来 使得形成一个泛蓝的大团结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 国民党仍然有它的胜算存在 所以我认为 虽然离16年的大选 到现在只有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 但是中间的变化仍然非常的多 只能用四个字形容 胜负蓝料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那么在说完蓝绿之间的一些状况和算计以后 那么其实台北市长柯文哲 最近在两岸政策上面也有些动作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为您解读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柯文哲近来是打算成立一个台北市的两岸工作小组 并且一度是希望说 能够邀请台安全会议的前秘书长苏启 能够加入到其中 但是我们会注意到苏启随后就很快的在媒体上进行了拒绝明确的表态 教授您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为什么说苏启会拒绝柯文哲的邀请 若苏启真的愿意加入的话 那苏启就是个笨蛋 苏启是我好朋友 他不可能是个笨蛋 他若是个笨蛋 我就不跟他做朋友了 就割席绝交了 苏启怎么会加入 笨到加入柯文哲这个两岸小组呢 柯文哲 柯文哲要用义务共识 要取代九二共识 其实就跟蔡英文想用台湾共识 要取代九二共识一样嘛 因为基本上蔡英文跟柯文哲一样 打从骨子里就是个台独分子嘛 如果苏启与他为伍的话 那不是把苏启一生的轻语给毁掉了吗 所以苏启难道不能识破 柯文哲就是想拿苏启来作为他台独的调味品吗 难道苏启这么笨吗 苏启真的阅历让他做枪死吗 所以苏启当然会拒绝 如果苏启不拒绝的话 那基本上苏启现在在主导的台北论坛 我看就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基于我对苏启的了解 苏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苏启不可能被柯文哲所骗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与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挽给福州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演博士 下面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里相应花季日前正式的展开了 今年的花期不但将会延长半个月 花朵也会更加的漂亮 在节目的最后 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